Hello大家欢迎回来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我收到的一拨海淘的衣服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先来分享我这次最期待的 这一件陡同的大衣 它一共是有出两个颜色 一个奶白色 然后一个纯黑色 其实最开始呢 我是想买黑色的那件的 因为它当时搭配了一个 马术区 我觉得真的很帅气 我衣柜里面 没太有那种黑色的大衣 但是因为没有了 后来我就想说 那这个奶白色也挺好看的 收到以后 我真的是完全不后悔 它没有那么的奶白 有一点纯白的一个感觉 而且它的面料 10%的羊绒 加90%的羊毛 双面羊绒的 非常有质感 然后也很轻敷的 非常非常的顺滑 我觉得很有高级感的一个面料 我上一期待一视频 才跟大家分享了 之前买的Totimate他们家的那个 我觉得面料说实话 摸起来差不多的 这件可能稍微 还要再软一点点 然后薄厚程度也是差不多的 不是那种很厚的衣服 然后这一件呢 价格是1999吧 人民币 然后那件Totimate大衣呢 是1200美金 真的是差了非常多 但是我觉得从质感上 完全不熟 尺码上呢 我选的是L 因为国内的尺码 都是比较偏小一点点 我在美国可能穿S 这一服我很喜欢呢 就是它的这个抖篷的设计 我从来没有买过这种风格 配那种棕色的小靴子 真的就很洒 它是稍微比较短款的 对小个子也很友好 里面是做这种按扣的 然后每颗扣子的细节 我觉得做的真的都不错 这边还有做一个小兜的设计 挺实用的 兜的地方还专门加厚了一点 然后里面是那种丝织布的感觉 而且它背后呢 专门有做两个小孔 这样方便你系腰带进去 设计我觉得还挺细心的 之前分享大约就跟大家讲到过 我自己是圆脸短脖子 是很在意它的领子的设计的 因为稍不留意的话 这种秋冬的衣服 就非常容易显得脖子很短 那这件呢 我看它旁边是做的 有一点往外扩的这样子 然后领口也不是那种特别大的 所以我目测 我应该是不会显脸大的 这样一个款式 接下来的这件 也是我这次非常期待的 他们家的小香松 每一件都很喜欢 但是呢 我每一次都是抢不到 这次就还买到了这一件 一个米色的粗花泥的 这一件的面料也还比较好 它是40%的羊毛 加成30%的棉 然后确实纤维 这样有定保暖度的这个小外套 当时我很喜欢的 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颜色 今年秋冬真的很喜欢 各类浅色的 脱温柔柔拍照 上相的 这件是一个米白色的底里面 织了一些黑影 很调纹的这种走线 以前几期他们出的 我觉得要更加帅气一些 因为它领口做的是 小粒粒的这样子一个设计 然后有一点小长款的 有一丢丢收腰 它背后的设计 是做了一个小杂摆的 帅气里又带着精致 它的这个细节 我觉得做的也很好 其实我一直非常喜欢 就是他们家的扣子 每一颗都很漂亮 像艺术品一样 因为我看它介绍 每次它做扣子的时候 都是很精细的去挑选的 这个我也很喜欢 它上面是那种银色白色 加点小水钻 像那种雪花的一个感觉 然后内衬呢 它是做这种丝的 真的超级舒服 而且它那个丝 我觉得比我在这边 买到的一些外套的那种丝 还要更滑 超级超级柔软的 这件是800多人民币吧 在美国真的 你就根本不可能 买到这样子的一个外套 粒粒的这个 是做棉质的那种感觉 旁边呢 是做了四个口袋 这两个是真的 这口袋里面也是丝质的 真的细节做得非常非常好 前面两个夹口袋 阴阴阴阴阴阴阴看得不太明显 因为它是小香风的一个风格 配我之前的这个胸针 很好去搭的这样 然后这件我选的也是NL 还好我是比较胖的身材 所以说我这次去逛他们网站的时候 还能捡到一些漏 都是剩了一些比较大的尺码 我刚在这个收这个袋子的时候 我发现比一般的那种 很薄的塑料袋要厚一些 然后质感要好一些 你直接把它套在衣服外面 放在衣橱里 当一个防身袋用 也可以的 特别刚刚的这一件 这个大衣的 还要更厚实一些 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 它最新的 就前段时间上的 秋冬的一个毛衣 我也很重草 我看那个直播回放的时候 因为我总是也会错过一些直播 哇天哪 这个质感 我觉得和我之前买的 问斯他们家 五六百块钱的吧 那种羊绒 好像摸起来要更软一点 就是完全不输那种的 哇这个我摸起来 就是超级有幸福感的 很软超级无地亲肤 而且能看到它那种 浅浅的绒质的那种感觉 我刚刚看了一下 它价格是1199 比我之前买的那种 五六百六七百的那种羊绒衫 完全不输它的这个面料 我觉得国货现在真的是 做得越来越好了 我现在完全不想在美国 买那种丑衣服了 又丑然后又贵 它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山羊绒 而且是小山羊绒 问斯的那种 它要硬挺一点点 然后没有那么的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这种羊绒的不同的材质 大家可以从镜头里看到 它的这种柔软度弹性 它是一个军马 我自己其实在秋冬 是很喜欢穿高领口的毛衣 我觉得很好配大衣 但是我自己 我太短了 脸又大 穿那种真的是 很显到我的缺点 因为我当时看到它直播 专门有讲到 这个套上去以后 它是很松的一个领 应该是这样子掉下来的 所以我当时就下单了 然后袖子这边 下摆也是做了一点点的 这种竖条纹的 应该不收紧吧 基本上没有尖线吧 应该是一个落尖的设计 很慵懒的一个风格 这个是燕麦色 也是在秋冬很好打一会 对了 我身上的这件呢 也是一个百分百羊绒 都是Club Monaco之前买的 它会比问斯的羊绒衫 会便宜一点点 但是当时我摸到 就觉得质感上 确实就会差一点 它整个是比较偏薄一点 和今天我手上的这件 比会差一些 这件要软一点 然后厚实一点 你感觉它支的 那个密度会大一点 就肯定保暖效果会更好 然后看起来质感也会更好 这件看起来就是 像那种稍微有点便宜的 那种毛衣的感觉 接下来的这一件呢 也是他们最新的一期出的 这件也是很戳我 我记得当时 他拍的那个图上面是 穿了一个黑色的马术靴 然后黑色的紧身裤 很帅气的 它是一个无袖的 很显瘦的竖条纹针织 我记得之前的一期 我有买过他们家 一个纯黑色的帆领 针织感是一样的 有弹性的 不是那种羊毛或者羊绒的 它就是具质纤维的 所以说保暖性上 应该不会特别高 这种越简单的 其实我觉得 越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可以搭配不同的衣服 然后也是很耐看的 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款式 但是呢 我觉得细节上 它也有小心思 其实我当时就是 被这个边边种草了 说实话 如果它是一个纯黑色那种背心啊 或者是长袖的话 我都会觉得有点太普通 哪都能买得到 然后它的下摆呢 也是有做收编的 和袖子是做一样的 收编的方式 然后领口上 也是适合大脸新人的这种 它不是收紧的 会对短脖子女生很友好 除了搭配 它视频里面的那种 比较帅气的风格 其实你还可以搭配 高腰裤的裤 因为它不是那种毛衣 其实可以初夏的时候 配之前给大家分享 CNEL那双凉鞋 我觉得穿上去 应该也是很好看的 比较薄的衣服的袋子呢 其实也是可以二次利用的 你要出旅游什么 带着我觉得也很方便 然后接下来是 这一件 一直都有点想要买的 一个蓝色衬衣 但是我之前买过好几次 就是比较的失败吧 一个是颜色啊 或者面料上 我记得之前买了 那个ELSA维命的模特 我很喜欢它 但是它的那件衬衣 打折了也稍一百多刀 但是那个质感 这个超级无敌的薄 然后蓝色 饱和度的问题吧 就是显得不好看 这件衬衣 它袖口和领头是一样 做的是稍微有一点厚度的 一个比较硬挺的一个棉 然后中间呢是比较薄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 初夏的时候也是 完全可以穿的 然后颜色上 我觉得这次也没有踩雷 饱和度比较低一点 比较淡一点的这个蓝色 我觉得和很多衣服 都比较好搭 然后刚刚看了下 它是一个百分之百全棉的 而且是日本产的 419人民币 感觉现在Aresia的价格 都会比这个 稍微还要高一些吧 它是有一点长款 oversize 但是又不是那种太over 像我之前买Elsa那件 就是太over了 我觉得欧美人穿 175以上的会很好看 但是亚洲人穿的话 真的不太行 下面配同色系的牛仔裤 然后包括外面再套黑西装 然后配个小短裙 接下来的这一件 也是我这次超级期待的 我觉得我完全是一个简陋 因为我比较胖 这个刚好就是胜L马了 但我不确定我能不能穿上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想把它另外的颜色 也买到 好像也是有一个L胜到的 很经典的那种小乡风的感觉 然后它是做的抹胸 其实身材是不太适合穿抹胸 因为我肩本来就很宽 比较胖了以后的话 整个人上面显得很魁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我搭配一个小外套 拍照应该会很好看 所以我就买了 它的那个粗花捏 做的很精致的 它里面是黑色 然后掺了一些深灰色 还是那种深蓝色 然后又做了一个 粉白的这样的一个走线 细节上真的 做的非常非常好 然后扣子都很精致 这个是做的一个 黑灰的水钻的那种扣子 然后中间那个丝绸 丝质感摸起来 非常非常好的那种 像很贵的那种丝衣啊 抹胸的部分 它还有就是做 这样子的一个边 就是应该会固定的 不会往下滑的 虽然说它会贵一点点吧 大概是一个外套的价格 1299 但是这种风格 我真的没在别的地方看到 我就买了 像这个我很想在下面 去搭那种长的阔腿裤 然后你搭一个小choker 像它的拍照的那样子 非常优雅的一个风格 然后搭珍珠项链 耳关都很好看 然后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 这件裙子 也是我很期待的 超级无敌闪 我记得超便宜 好像就是一百多 两百多人民币这样子 Party也就很好看 你就上面可以搭稍微休闲啊 或者是不要那么 bling bling的 质量真的很好 很灵动 它里面的这个呢 不算是那种很丝滑丝 因为它毕竟也就两百多块钱 但是也是属于比较轻肤的 而且它这边有做的 这种丝绒 很舒服的 然后看起来也是比较有质感的 而且它很贴心的 做的是裙裤 你下面不用担心走光 这件裙子 我一定要过两天 就穿出去拍照 是做的松紧的 胖了呀瘦了呀都没关系 接下来我快速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都是一些裤装 是一条牛仔裤 我自己呢 其实很怕很怕 去网购牛仔裤 但是这条呢 它最近的一次直播 然后用这条之前出的牛仔裤 去搭配了别的衣服 非常显腿长 身材比例很好 然后比较显腿细的一个牛仔裤 因为我之前买过他们家一条 后腿牛仔裤 非常早之前的了 面料很舒服 这条也是超级无敌 有弹性 然后很软的一个面料 而且它的这个面料是比较薄的 就是你夏天穿完全是不会闷的 它是做的一个高腰的 然后下面是做的一个阔腿的设计 我觉得挺适合穿高温鞋的 就会显得身材比例很好 目测上我应该穿的下吧 因为我最近真的超级无敌的胖 然后这件也是简陋到了一件 他们家的牛仔裤颜色 我也很喜欢 浅浅的这种蓝色 是非常好搭衣服的 特别是夏天搭白T 什么浅色衣服都很好看 然后这边它做了一点浅浅的那种水洗 很时尚的一个颜色和设计 然后接下来 这件也是个大号 它是低腰的 有点妞妞风的那种感觉 有拍一套造型 是配蓝色的衬衣 然后外面搭了一个黑的 西装外套 我觉得挺好看的 很简单的一个风格 就有点学院风的这种 而且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 这边有一个夹口袋 这边有做一个小开叉 我挺喜欢这种的 一个就是会显腿长 然后又有点小性感的感觉 穿一个loafer 然后搭一个小白袜 它是那种深灰和一点点浅灰 这种竖条纹的图案 然后里面它也是很丝滑的 接下来也是一个 我比较期待的裤装 我记得应该是 一共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不会出错的黑色 它比我想象的面料 要薄一点点 我觉得是夏天 也可以穿那种比较薄的 黑色的高腰裤 它不是那种 非常洒开的扩腿裤 它中间稍微有做一点点收 然后下面是做有洒摆的 这样子做的一个宽腰风 这种我很喜欢 其实会把肉肉 有点聚拢的那种效果 打刚刚的那个黑色 小胶风抹胸会很好看 就像这种类型的裤子 衣橱里 真的是一定要有几条 而且这个因为我刚刚讲到 它中间是有点收的 不是那么的破腿裤 那种我觉得 休闲感会更多 搭一些梯会更好看 但是像这种 因为它是正式一点的 这样子的一个裤子吧 你搭稍微正式一点的外套 会更加好看些 然后我觉得这条 是有点包臀的 希望我穿上去 是可以臀部比例 看起来比较好 接下来的这一条 应该是同款的 哦这个是另一条 我先开同款的吧 同款的这个 我还买了一个奶白色 因为我自己是 没有白色的裤子的 但是有些浅色衣服 真的是需要搭白色裤子 它这个其实没有 那么的奶白 比我身上的这件衣服 要亮一些 我觉得像这个颜色 也是比较白搭的 然后接下来 刚刚正准备拍的一件呢 哇这件感觉 要挺多的 好像也是上次直播的时候 它有穿过的一条 最新的一次上新里面 上面是一个西装 中间是一个黑边的那一套 的下面的这个西装裤 这条就是比较厚一点 比较适合秋冬的 这样子一个温度 一个纯阔腿裤 好像有一点点弹力的这样子 然后里面摸起来 比刚刚那条 好像更柔和一点点 这条我有一点担心 我穿会显胖 因为我的腿实在是太粗了 穿这种面料厚实一点的话 可能会显胖 等会试一下吧 刚刚那两条 我都是买的XL 因为我看它的尺寸上面 好像那个裤子 是有一丢丢偏小了 这个我买的是一个大号 然后这两条白色 比起来的话 确实这个就 没有那么奶白 这两放在一起 这个就非常的奶白 这个配一些暖色系的 米色系的那些 我觉得会更好看 甚至是配一些红色 这个就可以配一些冷掉的 最后一个呢 是一个白T 哇 这件面料 比我想象的厚实好多呀 我以为是那种很薄的 因为我在他们 最早期的时候买了一个 可能很多老粉都有买过 绿色的Pitches all day的那一件 稍微比这件薄一些 这个我觉得冬天完全可以穿来 你外面随便套一个大衣 或者是西装外套 这件应该也是一两百人民币吧 但是质量真的超级好 而且是有弹性的那种 这件衣服是刚刚 闪片裙配套的 非常常经典百搭的 领口也不会特别高 不会显脖子短的 而且包括它这边的烫字 也是做得很solid 很精神那种 slogan也做得很好 寓意特别的好 我买的是一个中号 它是有一点点长款的 好了 那所有的衣服 都跟大家分享完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一键三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就可以在下方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